昨天我就看到有人在說啊 中共把北京門頭勾 暴雨大量衝走汽車的這個hashtag給屏蔽了 但是我剛剛上去搜一下 根據相關法律和政策 該話題位於顯示 請問汽車被衝走是觸犯了什麼法律跟政策 汽車被衝走有水患是顛覆國家政權還是巡訓知識 暴雨月集上訪 分裂國家他在搞台獨 貴國在幹嘛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隨著暴雨來襲大華北地區啊 北京天津河北還有聖上的雄安新區 那是一個慘字啊 連號稱六百年不淹水過的紫禁城啊 這次也淹了 而聖上終於在今天早上啊發表了通告 表示要全力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啊 這個是笑話 大概從7月28號開始 中國各地什麼四川啊 福建啊 福州啊 莆田啊 濟南啊 山東啊 都大淹水 這個時候你就不出來講話 現在影響到了你的帝都啊 大華北地區 你才出來刷存在感 北京啊 河北啊 天津水患非常嚴重 尤其是郊區的部分 許多房子被淹沒 車輛被衝走 橋墩被衝回 而中共為了確保首都保衛戰 犧牲了河北天津讓他們在暴雨中洩洪 嘖 火上加油嘛 欸不對 換中國正能量的說法應該是井上添花 有些地方啊 給出撤離通告 有些地方啊是沒有給的 那即便是有給撤離洩洪通知書的地方啊 也是在很詭異的時間給 譬如說像8月1號半夜三四點發的通告 然後這個通告就要你們8月1號早上的11點前要撤離 也搞笑 我們正常來說八九天起來 哇你看到通告剩兩三個小時準備 還要撤離 加上撤離的時間我的天啊 中共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嘛 尤其這三年 通告跟政策是來的又急又快 特色管理期間也是這樣對不對 完全不給人有反應的時間 當然小粉紅一定會洗地 天災來的又急又快 本來就沒有辦法 你要確定耶 以前的特色管理也是這樣 以前的特色管理也是來的又急又快嗎 即便是這次的颱風 拿台灣來舉例 我們知道颱風要來了 會評估一下水庫的存量 如果這次颱風來會帶來很誇張的雨量 那台灣的水庫就會先洩洪 我花蓮老家泰魯閣那邊上游有一個水庫 以前啊 颱風要從花蓮或是宜蘭登陸的話呢 那前幾天 我們泰魯閣那邊的水庫就會告知下游 告訴下面村的人說要洩洪喔 不要去海邊跟河邊玩喔 對啦 即便他洩洪也不會淹沒到我們家 但是啊中共不一樣 中共有設置所謂的蓄制洪區 那這個地方平時就是正常農村居民生活的範圍 但如果出現了這種這種災難 中共為了確保大城市 所以就會放水淹沒這些農村地方 而這次要被犧牲掉被洩洪的大環保附近的青龍河灣 他上游就經過北京 所以啊這次可以說是犧牲的天津犧牲的河北來救援北京 然後呢 小粉紅還繼續愛黨愛國 難怪以前為什麼八國聯軍的時候只打北京 然後大家都 東南互保 大家都是 哇拍手叫好 而比較搞笑的是 在中國 你們有國賠這個說法嗎 因為如果是要洩洪的話 就是國家做的決定 然後這個水都會淹沒到你家 那請問如果你家被水淹了 因為政府洩洪而淹了 請問你們會不會拿到賠償 你們在中國有聽過國賠這個東西嗎 之前鄭州水災那一次是不是 中共我有看到啦 那個中共有發通知書啦 說賠償農戶啦 好像一頭豬兩塊還是二十塊啦 帶大家先來關心一下中國大華北地區的境況吧 門都夠完蛋了 門都夠完蛋了 內落了 差點通交車了嘛 馬上就磨緊了 把牆都沖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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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冰箱就出來了 北京時間2023年7月31號了 你看看 哎呀 那邊要翻錢也沒著 盤網路 就是上面是盤川色 看看那個村已經沒了 看這水多深 那邊偷一偷 這要帶著有魚可以游泳了 看完這些影片 大家回想一下兩年前的鄭州水災 地鐵被淹 整整5公里的地下車道啊 幾百台的車被淹 對不對 當初拖出來的時候 哇真的是震撼全世界 全市估計有超過40多萬台的泡水車 結果當天啊 鄭州附近的水壩也在洩洪 而且這兩年啊 忌日的當天 中共都會阻止人家去擺鮮花 你擺鮮花之後幾個小時就全部都給你收走 不准你去 現在還一堆小粉在洗地說 如果不洩洪那就會愧題 那困題不就更慘 那你為什麼不提早洩洪 你明明就可以提早洩洪 這個兩年前我也做過影片 而這一次你也知道 颱風這個路徑會這樣走 一定會去影響到你們那邊 對不對 你們中國不是秩序科技大國嗎 什麼都很厲害啊 在下一盤大旗啊 我預判了你的預判啊 你們的天氣預報跟衛星系統是吃死長大的 重點是什麼 你們隱瞞了S的人數 前兩年那個鄭州的不是也被隱瞞了 不要說鄭州啦 這三年的期間你們隱瞞了這個數字啊 是多少 現在北京啊光北京一個地方啊 這麼大的一個地方啊 官方認定這一次這麼慘的水灌 只有11個人走 你信嗎 上次鄭州水災也是 這麼慘 你跟我說 不要說那麼遠啦 我們就說最近的奇奇哈爾是這個 你下午4 5點的時候 跟家長說小孩子在搶救 11點的時候 跟他說搶救無效 結果 後來你又證實其實4 5點到院前就已經S了 然後呢 家長要看是不是自己小孩的時候 你還要跟他說 你必須先簽字同一人你才能看 這是正常操作流程嘛 正常操作流程不是先看先確認之後 然後再去簽 但你簽的那個東西上面是什麼 而現在很多這個災區的百姓啊 都透過網路共用文件來通報災情 重點是什麼 即便中國發生了如此的慘況 熱搜前幾名都是什麼 藝人明星啊 誰的演唱會的票賣完啊 李文怎麼樣啦 李文今天火化啦 花花洗澡全國人民都知道啦 廢翔回憶美國國籍 風神第一部票房破10億 iPhone15價格上漲 當然啦 這是中共黨支部的操作 不希望大家都把焦點放在災情上面 因為只要越多人關注 那批評與檢討的聲音自然也會越來越多 他們刪評論 控評的工作量也會越來越大 但我們可以發現即便是如此 大部分中國人民還是關心什麼 藝人啊 歌手啊 iPhone啊 想到中共跟小粉紅常常說的 台灣同胞啊 兩岸一家親啊 兩岸是一家 都是同胞 都是中國人 你自己都不覺得諷刺嗎 你連自己 正式統一在一起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啊 紅色護照的同胞 這麼70幾年了 你都默不關心成這樣 你還妄想台灣跟你所謂的統一之後 會有同胞跟友誼還有情誼 再說笑話吧 昨天我就看到有人在說啊 中共把北京門頭鉤 暴雨大量衝走汽車的這個Hashtag 給屏蔽了 有小粉紅在洗地 哦我收的時候沒有 對不對 這個小粉紅玩時間差啦 他在被屏蔽之前截圖 然後以此證明沒有 但是我剛剛上去搜一下 8月1號的4點初 確實顯示啊 根據相關法律和政策 該話題位於顯示 請問汽車被衝走 是觸犯了什麼法律跟政策 汽車被衝走 有水患是 顛覆國家政權 還是巡訓知識 暴雨月即上訪 分裂國家 他在搞台獨 你貴國在幹嘛啦 現在也傳出盧溝橋也垮了 那這個盧溝橋啊 就是當年所謂 揭開日軍清華序幕的那個盧溝橋 就是那一座 而聖上的千年大祭 雄安清區也遭殃了 想也知道一定會遭殃嘛 雄安清區 他就是個大爛圍的鬼城 而雄安清區的位置 原本就是 沒什麼人住的一個地方 原本就是荒芜嘛 而聖上在那邊開發了一座大城市 要知道 雄安是華北海拔最低洼的地方啊 有十年久撈之稱 從1982年到2018年期間 就發生了九次的紅撈事件 更別說古代古時候啦 所以聖上會選在這個地方 開大城市 意圖減少北京人口的壓力 你就是小學生治國嘛 你就只是想要說 我要一個漂漂亮亮的東西 我只是要有一個 看起來偉大復興 但其實你裡面都是爛掉的 你知道颱風這一次過去 到你們那邊已經變熱帶低氣啊 你們都還可以產成這樣子 如果是一個強台直接過去呢 他是沒有前面那個福州啊 福建幫你擋掉那你怎麼辦 那以前都有台灣幫你坦耶 以前台灣幫你坦 即便把台灣幫你坦過去 到了中國所謂的內地去 你們還是很慘啊 對不對 那個影片以前都有看過 你們就是連最基本的 下水道工程啊 什麼爛尾樓 你們這些都做得非常的 非常的差 你們只是想給人家看 喔我有高樓大廈 我會很雄偉 我外面光鮮亮麗 你怎麼會選一個 最常淹水的地方 蓋雄安心區 你也要先解決水患的問題 因為你就知道這個地方 就會發生水災 而並不是說 這個地方本來就一直住著人 然後後來慢慢發展 發展成大城市 然後一直會有水災 不是這樣 你要去發展這裡 而你知道這裡有水災 那你要去解決 因為你要把北京的人口 牽過去對不對 台灣十幾二十年前啊 樹林汐止也常常淹大水 但那個時候也是很多人去住 沒辦法 因為一兩百年前的人 就從那邊開始住住住住 住到那邊了 那現在的政府 也都把這些問題解決了 那房價自然上漲 經濟發展自然也會比以前好 所以你雄安心區 沒有解決水患的問題 還往淹水區去 花全國人民納稅錢 蓋這個爛尾大城市 而且當地也沒有什麼工作機會 請問怎麼吸引北京的人口去住 怎麼減緩北京的人口壓力 你誘因不夠嘛 當然嘛 除非你又學蔡奇那樣鐵腕的方式 逼迫中低收人口 搬遷雄安心區 我相信你做得出來啦 十幾年前你的北京市長 市委書記蔡奇啊 他就幹了所謂的 清理低端人口計畫 還在北京大通天執行 現在這個人也正是你的政治局 七常委心腹之一 所以咯 小粉哦 你要好好享受 聖上帶來的美妙 一見三連